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些地方往往是过年趁着刚好是习俗 一次把它扫干净对吗 很重要 那到底应该怎么扫才能够一劳永逸 应该是无法的 好的方法 对 所以我们今天请两位嘉宾来给我们做讲解以及示范 首先这位是清洁公司的经理 福修全 福修全好 而另外这位是清洁公司的员工陈珠姐 陈珠姐给我们做示范 是的 欢迎您 我们今天讲到了家里的这些清洁工作 我们先请福先生跟我们聊一聊 这个正确的清洁和整理冰箱的哪些方法 好 清理冰箱之前要记得把电源关掉 这是因为安全期间 然后把物品都取出来 这时你可以趁这个时候 就是把它的过期的物品都可以丢掉 扔掉 就把它的架子就拿出来清洗 那必备的工具呢 那有白醋 还有清洁剂 然后还有一盆水 然后准备一些海绵和布 把水跟清洁剂融合在一起 就把布沾丝 然后就把冰厨的内部就擦干净 在这时呢 冰厨的架子呢 有一些馈倒 在旁边的馈倒也要记得擦 有时候会有一些 比如说这个买来的食物 肉类啊 它的血迹结冰啊 什么 凝固在那个里面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还蛮重要的清洗冰箱 是 有的人会觉得说 放的都是吃的应该OK 我们也建议在 可以用一些白醋 这可以去掉污垢 然后还有一些难闻的气味 就是一些生鲜类的东西 没错 这也可以消毒 也是有消毒的作用 通风口 包括这个做冰块的地方 对 还有那些架子的馈倒 就是要擦 很多人就是忘记擦这个部分 是 通常这会结一层厚厚的构在里面 对对对 既然已经把里面都去拿出来 就不妨各个细节稍微注意一下 对吧 是 彻底给大家来个 哦 这个是 对 然后 然后那些顽固的污垢呢 就可以用海绵 还有那些 还有一个超功能的清洁剂 把它刷干净 很多人就是没有把那个橡胶拉起来 擦它的内部 对对对 它的底部很多人都会没有 就是没有想到要擦 就是要记得擦 橡胶的这个里面 对对对 内地 是不是用白醋来擦也行 也行 这样不会把这个橡胶条撕下来 不会 不会的 不要太大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对对对 这样的话你的冰箱就OK了 来 这样就很干净了 其实看起来非常简单 就是有那个醋啊 还有用那个洗洁剂 还有水就可以做成的 对对 关键还有粗面的一块海绵 对吧 不能太粗 要不然会刮花那个冰箱 它特别污垢的地方 特别污垢的地方 特别污垢 除了就是我们的冰箱 其实另外一个是经常 几乎是天天都会用的 微波炉 这微波炉应该怎么样 就是擦得更清洁呢 对 其实微波炉有很多种擦法 但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 有机的方法 就是organic OK 所以首先 我们先需要用微波炉 专用的玻璃碗 然后注入半盆的水 然后加入两汤匙的白醋 这个汤匙的大小有没有讲究啊 没有讲究 但是差不多是我们平常吃饭的 汤匙就可以了 对对 然后加入小苏打粉 苏打粉 这个也是两汤匙 也是两汤匙 对 产生了化学作用 对对对 然后再放一些柠檬 柠檬汁 对 柠檬汁 对 大概挤一些就好了 挤一些就好了 挤一些柠檬汁 对对 然后把它混合在一起 小拌一下 小拌一下 好 然后直接拿去擦吗 我猜应该先放在 对 对吧 直接拿去洗吗 不是 先放在微波炉里面 先放微波炉 对对对 我们先把 放微波炉加热吗 对 先放微波炉里加热 加热多少时间呢 通常是要加入五分钟的时间 但是对对 大概在哪一个温度的火 中火 中火的模式下 为什么要特别加热这盆水 OK 因为水跟白醋 加热的加热下 它会产生 水蒸气 蒸气 对 蒸气会浮着在 微波炉的四壁 这样会比较容易擦 它会溶解那些 它会融化那些污垢 等于当时这些白醋 融合在一起之后 再变成水蒸气 再附着在污垢的地方 是 这是很聪明的方法 那不直接洗也是要用它的热气对吧 热可以比较容易溶解 对对 好 因为拍节目的我们用了个比较快速的方法 在家里可以弄五分钟 重点是里面出现水蒸气之后 这个水蒸气附着在四壁 然后现在就要开始擦洗了 对对对 就是拿一块纸巾 先用那个厨房用纸 对对对 用纸擦一下 擦一下 来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把那个污垢给擦起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嗯 哦 然后就用 这看起来不是很明显 我们再拿高一点好吗 晋芝姐 是 哦 看到了 看到了吗 油油 对对 油油黄黄 对 然后就用一个湿布 嗯 然后第二步就用湿布 对 湿布在擦 嗯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法把整个东西擦完 对对 大家都听得明白就好了 反正用厨房纸再用湿布 对 当然这个玻璃也可以拿出来擦的 是吧 也可以拿出来 玻璃底座 对 所以湿布之后呢 主要记得擦干 还要再抹干 对对 为了安全起见 最好是骂干才用 对对对 是因为导电的嘛 没错没错 嗯 嗯 这样好了 明白 好 所以这是有机嘛 就是这些成分都非常的环保 对对 很有安全 嗯 那如果说就是 当然我们希望不要 但是有些角落你知道吗 一些顽固的污渍怎么办呢 顽固的污渍的话 你就可以用海绵啊 然后就用汽油底 嗯 就是喷了一下 就可以把它刷得很干净 但是 你也可以用 直接用白色的 诶 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白色和黄色的 这个白色是 这几年 新产品 新产品 对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白色的 就把它摸 比较特效的 一般超市都有买的吧 是 好好谢谢 陈主姐你可以回来 谢谢 那个把电源关掉好了 嗯 那个我们看到 抽油烟机是另外一个油垢很大的地方 对 那很头痛的地方 这是不是也可以同样的方法是 假设 去得掉的话 对 可以用 通常抽油烟机 最好是每次煮完过后就要清理 我们很多顾客就是没清理 然后等到两三个月后才清理就比较麻烦 因为要猜出来是蛮大工程的 你知道吗 其实你每次煮完过后清理都是 就会比较容易清理 对 每半个 如果你每天煮的话 每半个月 就是要拿出来 就是把它刷干净 就好了 嗯 那就是我们知道除了就是吸油烟机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炉灶 炉灶上面也是经常会有很多的油渍吗 一样是用这些有机的产品来做清洁吗 嗯 for那个stop的话 你可以其实用这些汽油的产品就好了 你也可以用有机方法 嗯 对 当然这个也提醒一下大家 在做任何这种家庭电器清理的时候 最好先都要关掉电源 这是比较安全 是的 那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谢谢 那观众朋友呢 我们新年讲解 希望大家在大少数的时候 能够少的清洁少的开心 对 好 欢迎大家浏览 巴视界资讯娱乐网 以及诗城时事面部网页 收看我们的网络视频 是的 我们诗城有约明天见 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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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